洛杉矶时间2月16日 第14届洛杉矶旅游和冒险展 在洛杉矶会展中心开幕 作为美国最大规模的旅游产品行业展会 今年更是吸引来自世界各国各地的 数百家旅游业者参展 盛况空前 本届的旅游大展向旅游同业者 及旅游爱好者展示出涵盖欧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非洲 亚洲 加勒比等地区的 特色旅游产品 可谓让与会者一战式 欣赏遍全球的以泥风光 喜庆祥和的中国展区 无疑是展会的一大亮点 汇聚了中国驻洛杉矶旅游办事处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等9家参展机构 相与会者介绍着徒步 邮轮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等主题的 中国优质旅游资源和定制化的旅游线路 灵动地诠释着美丽中国的推广主题 备受大家关注 因为中国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比如说它有包括中国的世界遗产 还有它的文化之旅 或者是乡村旅游之旅 因为包含的内容很多 所以我们今年在春节期间主打的是 欢乐春节的品牌 还有中国的世界旅游遗产 通过这两个主题来吸引美国西部地区的人 通过咱们多元的文化 还有看到我们展台播的中国旅游的宣传片 看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吸引他们到中国去旅游 中国的地大物博 丰硕迷人的多元文化和日新月异的新貌 着实令各国友人钟爱不已 在现场分享着到中国旅游的快乐回忆 我 Aside孩子来到中国的中文化 23日,6公司。次航产 We旅游到北京 We did the four day cruise down the Yangtze River We saw the Wall We went to Shanghai We went to Wuhan Wu-Hang So many different cities The Li River With all the mountains It was incredible It was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People were so friendly I love it I would recommend it to anybody 大展中还特设旅游论坛 邀请著名的旅游博主和作家 与大家分享旅游相关的资讯和最潮的游玩攻略 同时各参展商也向大家提供着各具特色的旅游体验抽奖 及旅游纪念品 此外 欧盟中国旅游年也吸引着大家驻足咨询 据悉旅游年将打造一系列精彩分成的活动 并将中国元素与欧洲多国的庆典融会贯通 欧盟与中国也将通过此举促进双边旅游发展 提升双方民众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创造出双方经济的更多发展良机 这是一个巨大努力的专业与中国国际游业游业 过去年我们已经推荐了中国国际游业在中国 在一区区的地区 像是上海 北京 和秦都 这是我们的项目的一部分 是帮助中国和英国专业专业 我们就表示美国专业